大家好,我是Tony 颱风刚过,台北山区的天气不稳定 所以我今天在市区旅行,来到芒嘎造坊历史古迹 我参考了文化部国家文化资产网站的古迹地图 就用暗图所记造坊这附近的将近20处历史古迹 就从国定古迹楼山寺开始,好,出发了 芒嘎楼山寺创建于清乾隆三年 国定古迹 我现在前往荣山寺旁边的青草巷 特色街道青草巷 西昌街224巷 这里有八家店家被列为历史建筑群 深圆青草店 上午八点钟,青草店大部分都还没有营业 对面是四定古迹,芒嘎地藏王庙 芒嘎地藏庵 创建于清乾隆25年 至今能保持清代中叶单店式建筑风格 毕章安旁的芒嘎大众爷庙 也是创建于清乾隆25年 我现在步行西昌街 前往芒嘎清水盐祖寺庙 西昌街直行市场 日子时代称为露传市场 临近河岸码头 昭和15年 新市场启用 改名为执行市场 贵阳街二段 被称为台北第一街 是台北最古老的四街 还有不少老房子 前面那里是芒嘎清水盐祖寺庙 清水盐祖寺庙完工于清乾隆55年 咸丰三年顶下交拼时 被统安人焚毁 光绪二年时才复建完成 现在是市定古基 前面这东西建筑师是令古基 芒嘎谢宰 正在整修中 我印象中已经整修好几年了 芒嘎谢宰 原为四而愿古宰 清嘉庆年间 为芒嘎驻民交行 日日时期应道路透宽 拆除部分建筑 原厅堂改建为两层楼 专造临街建筑 曾经营星光旅设 我现在走回贵阳街二段 去造访朝北医院 芒嘎青山公牌楼 是令古基朝北医院 把这座修完毕了 朝北医院创设于1921年 是李朝北医师开设的医院 日日时期为望华著名的医院之一 与大道成的仁安医院齐名 当年有北仁安南朝北的说法 目前还没有开放参观 芒嘎青山宫 台北第一街 这是台北最早的四街 被称为番薯四街 早期萍埔族划着芒嘎 载运番薯等土产 来此与汉人交易 在这里形成台北最早的街道 萍埔族称独木周围芒嘎 成为芒嘎地名的由来 四令古迹芒嘎青山宫 创建于清咸丰六年 是芒嘎地区著名的古庙 离开青山宫 我现在走往华西街夜市 前面那里是历史建筑 青云阁 这附近是日子时代 芒嘎油扩转区 包括季楼 伊旦坚 料理亭等 深色场所林立 青云阁曾经是当时全台最大的一楼 直到1997年 政府废除工艙制度之后 青云阁才走入历史 青云阁原建筑在建山 要将这里改建大楼的时候 虽然当时已经被政府列为文化资产 人士遭到拆除 不过政府拿出魄力 要求建山跟地主 依原貌重建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青云阁 我现在走回华西街逛逛夜市 华西街夜市的蛇肉还是很有名 抵达广州街了 又前面建筑是人际医院 历史建筑 不旧大楼历史建筑还在整修中 也整修很久了 所以今天也看不到 人际医院同志九年的古碑了 接下来我要去造访雪海书院 历史古迹 起天空75公尺 他就顺道的造访一下 帮嘎起天空 祖是天上圣母妈祖 又称料管妈祖 龙山国小 走 龙山国小 學海書院還在整修中 學海書院創立於青道光17年 是台北市僅存的書院古蹟 日治時期被高家成購 成為高市中池 我現在繼續走往唐埔文化園區 就是日治時代的台唐台北工廠 就在前面 唐埔之歌 現在台北市民可能很難想像 日治時代台北曾經有蔗唐工廠 台唐台北工廠的前身是日治時代1909年 日本人木下新蟑螂創立的台北製唐竹字會社 後來被台灣製唐竹字會社合併 稱為台唐台北工廠 開放時間 周二是周日上午10點到下午5點 現在是周日上午9點56分 待會就開門了 旁邊的這棟倉庫 現在是小劇場 成立2006年 萬座小劇場 旁邊這裡還有一排倉庫 貝殼放大 我已經開門了 台灣唐業的基礎奠定於荷蘭時代 台灣成為世界重要的糖產地之一 1911年 台北製唐竹字會社正式生產 1952至1964年間 台灣砂糖為外銷第一名產品 佔台灣外匯收入的70%以上 約輪路 大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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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碭 Sally dilemma 媽媽 很不错的展览 而且里面有冷气 很适合夏天造访 我现在走往下一处是令古鸡 万华林仔 中国时报 早期也是台糖台北工厂的 範围之内 对面是西园疗养院旧址 两年前有造访过 好,顺路再去看一下好了 芒嘎人际疗养院的历史 可以追溯至青童子九年 淡水童子陈培桂创设的育婴堂 日志时代明治三十二年 台湾总督府合并育婴堂 养济院同上坛等机构 设立台北县人济院 位于京广州街200号的人济医院就职 大正十一年 人济医院签字限职 现在也登陆为历史建筑 现在也登陆为历史建筑 史建筑 南湖阿弥陀佛碑 四令古迹万华林仔 就在对面 万华林仔 是日志时期本地旺族林寺的宅地 完工于1935年 三层楼建筑 曾经是VANGA最高的大楼 目前一二楼租给星巴克联锁咖啡店 以活化古迹维护 这里是林仔的厨房 万华林仔的建筑为不规则四边行 三边临马路 这是为了配合日志时期都市计划的道路建设 我现在离开万华林仔 前往下一栋市定古迹 右侧是万华车站 前面是看定路 金益合行就在那边 金益合行为四开间阳市楼房 创建于1927年 1936年增建旁侧的二楼半店屋 为城市家族创立的家族事业所在地 右前方的座庙是吉义宫 史邦嘎后运工人的信仰中心 历史建筑 吉义宫 接下来前往市定古迹 新布丁市场 在右前方龙山市站三号出口旁边的巷子走进去 新布丁文化市场 新布丁文化市场 这是我第二次造访新布丁文化市场 新布市场的前身是夏坎庄市场 1935年签字限制 并改名为新布丁石料瓶小麦市场 新布丁市场 屋顶那边有第一代的台北市市灰 屋顶那边有第一代的台北市市灰 前面这里是剥皮寮历史街区 我现在参观附近的旧八甲庄邮局 历史建筑 这是历史建筑 旧八甲庄邮局 广州街六七号 八甲庄邮辩局 兴建于大镇元年 当时开办电报业务 八甲庄位于邦嘎的东边 是同安人居住地 属于夏礁 咸丰三年 爆发顶夏礁拼的族群泄斗 同安人不敌 被迫离开邦嘎 集体迁移至大稻城 也间接促成了大稻城市街的兴起 剥皮寮历史街区 这个区域在清台 是属于八甲庄 旁边老松国小 校色是四定古蹟 先去看一下 老松国小 曾经是全世界 学童最多的小学 老松国小的前身为 邦嘎公学校 老松公学校 我现在参观今天的最后一站 剥皮寮历史街区 昆明街 298号 原为日志时期 台北市八甲丁 山丁木 二番地 这栋住宅是昔日万华地区 旅压昌医师拥有的宅地 这里是剥皮寮历街的正式入口 每一间房子都有简介 所以如果一一介绍的话 那可能 这个景点就可以做一集节目了 剥皮寮老街 我来过很多次了 所以今天就随意逛逛 旁边就是老松国小校园 当年也是因为剥皮寮老街 被划入校园预定地 所以才能完整保留 整个区域的老街风貌 现在接近中午12点了 这个时候逛 剥皮寮老街 很有剥皮寮的感觉 所以我要离开了 走往捷运龙山市站 我回到班嘎龙山市了 今天差不多走了6.5公里 我走过的各个景点 我会标示在Google地图上面 地图网紫连结 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 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今天的班嘎古迹徒步旅行之旅 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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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